大家好,我是阿傑 那今天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拿到一顆愛瑪斯Lindy 跟大家做分享 而我是用一個工藝師的角度去看這個包包 所以在購買上我無法給大家任何建議 主要還是要給大家看看有關愛與愛瑪斯的工藝 以及我在這邊多做一點介紹 我非常喜歡這顆包上面有關於拉鍊以及手把上的設計 兩個拉鍊上面各有包包的五金 而其中一個拉鍊背面只有這顆包的刻印 肩帶的設計也跟一般的包款不一樣 直接扣在手把上 包包的底有五個角 兩旁各有兩個可以放手機或是放一些小東西的袋子 這一顆包款是愛瑪斯Lindy 26吋金扣 所以看得出來整顆包上的愛瑪斯手工線非常精緻 包包的本體側邊是用一個包邊的工藝製作而成 其實當我看到手把上的做工工藝時感到非常的驚艷 本身縫得很整齊 而外圍還燙了一條線做細節 邊有野上的非常有水準 完全看得出來愛瑪斯對於工藝細節和追求 額外訂購的一個小包貨 額外訂購的一個小包貨 正面的地方套了一個金色的Logo 以及Made in France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告一段落了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開箱 以及給大家做一個簡短的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如果有任何名牌包我有機會拿到的話 也會陸陸續續拍成影片 放在YouTube上給大家做分享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訂閱以及按讚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